《頭巾革命》始發於伊朗的道德警察 全國執行《大頭巾》其中一項任務 《頭巾革命》在2006年成立 但現在出現了變化 究竟還存不存在呢? 根據伊朗總檢察長在公開場合所說 也不像民主國家正式頒命令那樣很清晰 不過這些人說的是一個事實 說得來發現不同的媒體去報導 其實這些是國際有名媒體 不是網媒去報導的時候 大家用詞彙很不同 知道暫時好像做T字手勢暫停 究竟是否從此取締暫時停止運作 就不得而知了 我特別關注當然了 所謂世界大媒體在很多西方國家裏面 覺得《路透社》、《彭博通訊社》、《發新社》 不是這個大媒體 在中東世界裏面 我比較關注半島電視台的用語和取態 但半島電視台的用語和《路透社》的英譯 是一樣的 是用了避停運 因為主要這個講述出來 它說得比較隱匯一點 再加上一個語言的翻譯 就是說那些語言 你可能表面聽到什麼意思 但實際意思如何呢 就是那種語言 那種詞彙 那種語意的分析 於是大家出來演繹究竟它是完全被取締 要是怎樣呢 比較可信的它是暫時停止運作 暫時停止運作 但會不會再回頭 就真的不知道 因為伊朗的學生通訊社 伊朗的勞工新聞社 以及伊朗的半官方媒體 曾經問過為什麼道德警察停止運作 回應呢 又回應很特別 他說道德警察不是隸屬司法部門 昔日成立它的機關 是令它終止活動 終止活動 所以這是一個可圈可點 亦都看到這個國家很多的政靈就是這麼隱晦 媒體報導有時都只能夠掌握到那個大義 就不能夠很確實 不過說道德警察 在伊朗其實多年來都引起很多救病 不過以前發生很多事 大家就不知道 直至今次頭根少女的被死亡事件 才引發了外界對這個所謂道德警察的關注 這個道德警察 我們一直這幾個月 好像原來專門針對女性 不是 他對男女都有針對 包括不准當眾圈蛙 不小心駕駛 性騷擾 都是他們規管的範圍 還有你的頭髮 其實男士的頭髮也是 不過這樣 所以對規範女婦女似乎是多了一些 譬如要求成年的女性用罩袍和頭巾 遮蓋頭髮 甚至乎那些清真寺 是你不能露出手臂 那支女性 對女性來說那種嚴格程度嚴格很多 還有女性畢竟是愛美的 喜歡漂亮的 還有開始都接觸到很多的世界 你看到外面的世界那些女性 可以這麼無微的 這麼美麗的 這樣去打扮 當然心裏面有很多很多的 為何我們會這樣呢 於是亦都用很多方法 都展示女性的美麗 其實這個展示女性美麗正正和教義上的限制有矛盾 正正也是這樣 22歲的女子阿米尼 9月13日 因為在德克蘭的街頭 被道德警察發現他沒有帶頭巾按規定 於是引起了往後的軒然大波 還有一個33歲的一個女選手 攀岩的女選手李卡比 他在韓國沒有帶頭巾出賽事件 都在伊朗國內引起一個風波 這個頭巾真的可以看到 你看世界一杯就知道 卡塔爾城的宣傳片 你看開波前的短片 其實整個形象是頭巾的 可想而知頭巾 是伊斯蘭國家的重要性 剛才老祖說 我們好像沒有多少人去過卡塔爾 你可以當自己去過也可以 因為如果你坐卡塔爾航空便宜一點 他一定要經多虧 都叫做 但不能出外面 驚一驚 停一停 然後轉飛去其他地方 算不算到了你看不到 在飛機在禁區裏面 不知道頭巾的重要性 其實去到多哈 在伊斯蘭國內來說是比較開放的 所以卡塔爾雖然花了3000億美元 去舉辦世界一杯 事實上第一 他的經濟能力很強 你看見一個最大規模的國家宣傳公關活動 其實往後我想知道 他的球場怎樣用 我打算拆的 不需要那麼多球場 很多物料是可以改用的 但究竟賣單計算 他們會蝕多少 蝕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沒有所謂 特別現在 講到天然氣 全世界第三個天然氣的隕藏量 所以在俄羅斯戰爭下 天然氣更加有價 所以他計算過數 賺就不是即時賺 但對整個國家形象提升 就很有幫助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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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